如今在中国,合资车充斥着国内市场 日系车、德系车、美系车等深受消费者喜爱 就连韩西车在中国也卖得不错 加之国产车的迅速崛起 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国家俄罗斯 也想来中国分一杯羹 毕竟中国这个人口世界第一的国家 汽车市场这块大蛋糕还是挺吸引人的 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亲力推荐了一款车 那就是准备进入国内市场的拉达新车X-Ray 拉达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制造厂 福尔加旗下的品牌 中国人曾经总结的俄罗斯斯达怪中的第一怪 就是拉达开得比火箭快 这次拉达准备进入国内的车型叫做X-Ray 这款是基于雷诺日产的BO平台打造的 新车的外观整体非常实畅 前连采用的是拉达的家族式造型 X造型看上去很具有吸引力 在侧面新车并没有传统的腰线设计 线条非常犀利十分有个性 车身尺寸4165毫米乘1764毫米乘1570毫米 轴距2592毫米 对比大部分国产SUV来说 尺寸相对偏小 这方面感觉优势比较小 有点不符合战斗民族的一贯风格 内饰方面那是相当的简洁 采用三幅式方向盘按键比较少 不过前排的座椅配置了加热功能 中控上超大的10英寸触屏 还支持智能手机互相连接 简洁中又透露出些许氧气 动力上搭载了1.6升和1.8升 两款汽油发动机 马力最大106 百公里加速13秒 平均油耗9升以上 这个动力来说非常一般 很多国产车都超越了这个值 当然目前这款车还没有在国内上市 只有等上市之后实际体验了 才能更确切的评价这款车 该设预估价在8万左右 价格上还是很有优势的 你们觉得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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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